华航空服員罷工事件 国定七天假争议 劳工团体多次走上街头 为的就是要营造更好的劳动环境 但根据劳保的职业病挤付概况 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脑心血管疾病 俗称过劳的人数 97年到99年之间 平均每一年二三十人 但是从100年到104年 却都超过60人以上 五年累计了398件个案 其中有163人死亡 制造业 还有这个运输仓出 通信业跟这个保全服务业比较高 但是我们知道说以分母来说 其实制造业是最多的人口 所以说我们是来推估 如果说比率比较高的话 应该是运输业跟这个保全业 譬如说像精神疾病 身心的健康的一些问题 譬如说失眠疲劳 甚至代谢的这个问题 另外呢国际组织也已经证实 夜班轮班 混乱的这种生活作息 休息不足导致的这种 内分泌的这种失调呢 事实上也是造成癌症的 重要的危险因子 过劳危害劳工的健康 甚至会进一步的 危害到社会大众安全 为了落实让劳工可以周休二日 劳动部沿理修劳机法 朝一例一搜的共识来进行 但这样的修法 能不能有效的降低过劳问题 各界看法不一 我碰到非常多是连我生病了 然后去请病假都不行 他可能请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要他继续回来工作 所以我认为现在更严重的事情是 法令即便是有 劳工还是看得到修不到 劳工团体认为 无论是一例一休 还是两天立假 都必须要同时兼顾到能否落实 否则说再多都只会是空话 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司新闻一体中心 DNN公民行动影记录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 我们联合制作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九点半 在公司新闻一体中心 PN的网站会直播 之后会在公布的网站 我们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 那今天要跟大家谈这个议题 我想是在前几个礼拜 非常非常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而且跟绝大多数的所谓的劳工的朋友 都非常有关系 那因为我们知道在6月30号的时候 行政院通过了 这个劳基法的修正案 那表现上看起来是所谓的真正的周休二日开始 可是其中似乎隐藏了非常非常多的玄机 而且在当时其实在6月30号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的劳工团体 也参与了一些抗议的表达 对于这样一个法案的不满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谈这个议题 来跟每一个观众朋友都非常切身 相关的这个有关周休二日的 这个劳基法修正案 在我们节目的现场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高校工会的研究员程伯倩 伯倩你好 关老师好 然后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知道这个议题 其实是跟所谓的周休二日有关 不过它事实上也涉及到了 整个工时的调整 以及所谓的国定假日的议题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劳团也曾经到蔡英文的竞选 总部特别是蔡英文要后来跟这个 这个所谓工商团体见面的时候 其实也去表达了一些意见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这个七天假 国定假日这个七天假的议题 到底它的这个发展是什么 为什么跟这个周休二日是有一些关系的呢 好的 我想这个地方我先大概做一个概念的厘清 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有在谈论的整个焦点 它也许会集中在一个所谓的周休二日 还是到底究竟是两天的例假 所谓的两例 还是是所谓现在民进党的行政院跟劳动部 他已经定案 派版定案要送进去立法院的所谓的一例 一例一休 对 那但是呢 其实不管是在谈所谓的周休二日 然后一例一休还是两例 事实上这一波的相关的一个修法呢 我们劳团事实上都把它定位成是所谓的砍价的一个配套 就是砍掉这个七天假的一个配套 因为所有的这一切的修法 它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 就是说民进党政府 他希望说透过这些修法来跟劳工做一个交换 他提出了这些修法之后呢 然后再把七天假砍掉 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要现在比较清楚到底现在 社交换人还是一例一休到底它的最根本的根源 到底它是从哪里来的话 也许恐怕我们还是要回去看这个当时候 其实从去年的九月份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一个 所谓国定假日到底是19天还是要砍掉7天 剩下这个12天这样的一个争议上面来 这个当时其实是国民党政府 陈锋文部长他事实上当时提出来的一个 所谓的要去删减国定假日的 当时他的说法跟他的意见是什么 好 简单的时程大概是这样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 其实现在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上路的 这个新的这个法定公时呢 是已经从去年12月31号之前 已经实施了15年的双周84公时 今年1月1号正式调降到40小时的公时 也就是呢 其实每个礼拜如果我们用这个法定公时来看的话 大概是会少掉两个小时 那这个在去年的5月1号 立法院是正式修法通过 嗯 对那但是呢 其实在去年5月1号这个立法院正式修法通过 当时还是国民党执政 不管立法院还是行政员都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劳动部 他就宣称他跟这个 他开了非常非常多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沟通 或者是协调相关的会议 那其中呢 他不断的现在在强调就是说 当时候资方 资方团体也就是这一阵子 呃很常出来跟政府这边要求认为政府没有这个兑现承诺的工商团体呢 他们跟这个劳动部达成的一个协议就是说 他可以同意 劳动部把这个法定公司从双周八十四也就是单周四十二小时降到现在的四十小时 但是但是但是附带的条件一个作为交易的筹码就是 劳动部必须要删除这个劳基法施行细则里面本来是九千假日里面的七天假日来作为一个交换 那所以呢 5月1号修法通过之后呢 在国民党时代的 呃这个劳动部还有行政院也就在八月底就通过了这个 呃行政命令法规的一个修正案 然后一直到去年的12月9号 由同样当时还是国民党执政的行政院 然后来宣告这个呃正式这个行政命令的已经上路 也就是说照去年的这样的一个修正的话 其实如果后来劳工团体没有坚持一直抗议的话 到今年的1月1号开始确实这七天假日就会消失 嗯嗯对那但是后来其实是因为劳工团体从9月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 就发现它的严重性 嗯所以从9月开始陆陆续续陆续续一直都 劳工团体有很相当频繁的一个这个抗议的行动 那甚至包括呃举办了民调 然后等等等 那民调里面是包括9成4 这个民调决断是比前一阵子民党政府公布的民调还要再准确 对在我们在各个年龄层上面其实都有兼顾到包括各个产业都有 那9成4的劳工基本上是反对 砍掉这七天假 嗯 那也就一直因为这样发展到12月底 那12月底其实是一个在不管在七天假还是国定假日的议题上面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嗯因为呢当时候已经接近了今年这个年初的一个总统大选举 对那当时候先是在12月这个很多劳工团体包括这个工斗 然后包括高教工会 那先是我们在去年12月底 我们先进到了劳动部 呃的大厅里面去要求劳动部这边做一个还价动作 那直接做了一个占领的行动 那结束之后呢不管是在朱立伦的竞选总部 或者是后来在那段期间当中 工商团体他邀请了这个主要的总统候选人 然后呃所谓进行所谓的在那边进行政策的发表跟对话 那劳工团体也都到了现场 那其实是在那个时间点上面 劳工团体在在当蔡英文在福华饭店跟这个工商团 工商团见面会面的时候呢 后来由当时候的这个立委呃李应元出面来十条 那他同意了在今年的年初的1月4号 在民进党的中央党部 那由劳工团体呢跟这个蔡英文当时候的主席 现在的总统有了一场正式的这个协商跟会谈 那当时候的呃 呃蔡英文主席呢就在这个协商会谈当中呢 他在劳工的要求底下他做了一个呃 我认为是有一点模糊性的承诺 但他依然是一个承诺 当时候呃蔡英文跟迷腦的说法是说是这样 他是说在一个前提底下 抱歉在两个前提底下呢 他不会让砍价案过 他会让七天的国定假日回复 第一个前提是什么 第一个前提目前已经达成了 第一个前提就是说 如果呃 当接下来的总呃 立委选举还有总统选举 民进党可以取得执政 而且民进党能够在立法院里面取得多数 嗯 他不会让砍价案通过 他会实质审查 不会删除七天假日 第二个前提呢 就是现在其实是相对有争议的 那我也是认为说当时候的承诺是 呃有他的模糊地带存在的 就是当时民进党的说法是说 在劳工不会因为法定工时下降 然后砍掉假日 而造成实质权益受损的前提底下 不会砍掉七天国定假日 嗯 那关键点就在这边了 也就是因为民进党说 他会确保这个 不会因为砍掉假 而造成劳工实质权益受损 所以他现在从他这个 呃在立法院取得多数息次开始 这个新的会期开始 一直到520他上台之后呢 民进党都朝向一个规划方向 就是说 如果可以透过相关的修法 来告诉劳工说 你的实质权益不会因为砍七天假而受损的话 嗯 那他还是要把七天假砍掉 那这个所谓的大前提呢 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现在劳动部还是行政员 他都不断要去向全国的劳工推销的这个 所谓的一例一休 嗯 那所谓 他的说辞是说透过这个一例一休来达到所谓真正的周休二日 但是呢 呃这个我们等一下有机会再谈谈的更清楚 就是在劳工团体的解读之后呢 其实这个周一一例一休呢 根本就不是周休二日 所以 民间党有两个前提嘛 一个前提是刚刚谈到的是他能够支撑 并且在立法院掌握多数 我想这没有问题 第二个是说 如果劳工的权益没有实质受损的情况之下 那他才会去收回这个国定假日 那这个其实是由这个部分 自然有两个部分 就是说 好 那就算你多给了国定假日 或者是少收回国定假日 这个对所谓的劳工的权益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也常说台湾的公司已经全世界是第三第四场的 那你多了七天 少了七天 甚至你多了七天 其实说不定 还是全世界非常高的一个公司的国家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先来谈这个实质的部分 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说 那个所谓的实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就是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劳团一直讲 所谓的真正的周休二日 可是另外就是现在劳动部谈到的一例一休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两个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呢 好 我想在正式进入在谈所谓一例一休跟两例的差别的时候 我可能再补充一点就是讲 其实在当时候 今年1月4号的会面当中 事后我们有发了一个声明 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已经认为民党的提法是有相对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不要去谈说什么 透过其他的修法是一例一休还是周休二日 只要就如同刚刚管老师所提的 只要你砍掉七天的国定假日 你不用提其他条件 他都是对劳工权益实质受损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立场非常非常清楚 就跟现在所有的劳工团体的立场一模一样 就是维持劳工的19天国定假日 不能够砍这个七天的国定假日 这件事情是谈周休二日的前提 不是交换条件 是谈周休二的前提 甚至那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对 国定假日 完全没有 应该是变成一个交换的筹码 对 正确 完全正确 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可以去看看 你去翻遍全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他在调降法定公使 他的前提是为了希望能够降低劳工的工作时间的同时 他砍掉国定一家人 没有 我们去查过 全世界没有 就只有台湾 这其实是一个 就是老团常常讲 所谓朝三暮四 朝四暮三的一种说法 表面上看起来是真正的周休二者 可是实际上面看来是减少 先不谈那个所谓的是不是真正的实质受到影响的部分 那我们再回来谈 刚刚谈到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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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刚所谓的真正的这个两粒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好 那我想这边正式来讲 谈一下说所谓的一粒一粒跟两粒 它到底它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 我们必须要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 一粒一粒不是周休二日 的原因就是因为 一粒一粒一粒所谓的粒呢 是一个例假日的概念 那修呢 是因为这一次修法 民党政府他所新发明的一个概念叫做休息日 那例假日跟休息日呢 我们透过他的修法版本里面来看 基本上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例假日在现在的现行的 劳基法里面 是已经存在的一个法定概念 什么叫做例假日呢 很清楚 劳基法里面规定 每七天也就是一个礼拜里面 必须让劳工有一天的休息作为例假日 而且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立法意志 就是说因为 例假日的存在是为了要让劳工不能够连续工作 过长然后不能够连续太长的时间工作 所以呢法律里面规定 例假日基本上在非常非常呃 绝大多数的状况底下 例假日是不能够工作不能够加班的 对甚至在劳动基准法里面的规定是这样子 只有在一种情况底下 雇主可以要求劳工在立假日的这个期间呢 呃来出勤加班 这个条件多严苛呢 他必须是发生天灾 发生事故等等等不可抗力 非常非常紧急重大的事故之后呢 雇主才能够要求劳工在立假日出勤 然后劳工在立假日出勤之后 法律还要求雇主在24小时 也就是一天之内 必须要把 载明理由 还有载明这个相关的一些详细资料 解释说到底为什么他要求劳工在立假日放弃休息 到公司来出勤 然后报到所谓的地方的主管机关 所以我们光是从这个法令的架构 跟他的规定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说 在立假日的这个概念里面 基本上是完全不能够工作的 他能够工作是极为极为少数的一个 这个特例的状态才有可能发生 所以大部分大概会跟一些所谓的紧急为难 或者是某种的必要的公共服务恐怕是有关系 对绝大多数人来讲 他立假日工作的可能性是比较少的 那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 所以刚刚柏欣跟我们解释 那个所谓的一例的那个例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是民进党又独获创建一个叫做休假日 这个休假日到底是什么 这个休假日里面藏了多少的 tricky多少的轨迹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我们看了一段公库大原仔报新闻 再来谈这个所谓的一休假日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大原仔报新闻 带您回顾一周的收音重点 三鹰部落历经了8年的抗争重建之路即将开始 时间回到2008年 当时海外深格的直辖市台北县政府 常拆三鹰部落的房屋 三鹰部落主任更遭警察包围驾走驱离 逮捕总共9名的抗争居民 而一天内外首就把部落移为平地 经过多年来的沟通 政府与部落达成协议 在集体承租自主管理自立营造的原则之下 新北市政府展开全国首例由著名自行兴建 具有社会住宅意义的部落重建工程 令哲社运新闻同样关注在破迁的议题上面 来自7个国家地区25个受破迁事件的代表 这周末在台北华光社区遗址会师 这些案例普遍遍及在大型的军事 而在7月4号星期一也将举办大游行 从广光社区出发自凯达格兰大道 要求政府正式回应在地提出的反破迁诉求 以上就是这周的大人载报新闻 我们下周再会 欢迎回到参赖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属成管中翔 刚刚我们看到是山音部落的消息 我们看到山音部落这个部落在过去历经了 非常多次的这个所谓的破迁之后 终于可以重新的再去重建他自己的家园 我们也希望在台湾有更多的这些所谓的都市原住民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历史上面 被迫到台湾的北部 或者在其他城市的这些劳动者 他都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待遇 而不是动辄就是所谓的违建 或是侵占土地这种概念 来驱赶这些真正在底层 为我们辛苦工作的这一群劳动的朋友 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继续来谈所谓的 国定假日这个老基法修订的这个案子 今天在节目上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高校工会的研究员陈波 前博 前你好 好 大家好 我们刚刚谈到了所谓的一例一休 这个例子的是一个例假日 这个例假日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一个规定 那但是这个一休是什么 这一休是民进党读获创建的 一个所谓的休假休息的概念 他到底在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劳团对这个部分特别有意见 好 我先简单来解释 就现在在目前行政院劳动部的 这个版本的修法草案里面 他多增加了一个所谓的休息日 那我们光是从名称就可以清楚知道说 立假他的概念是一个假的概念 那休息日他没有他没有架这个字在里面 所以呢 其实休息日他不是立假日 休息日在民进党的版本里面呢 他是作为一个他认为可以促进劳工 还没有周休日的劳工可以在这个休息日里面 也可以不用工作跟出行 但是我们去看他的草案 其实写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 休假日的概念跟立假日是不同的 在这个休息日的概念是不同的 因为休息日里面雇主是可以要求劳工出勤的 而且雇主要求劳工出勤的前提 只需要取得劳工的同意 他不需要像立假日我们刚刚提到 他有非常严格的标准 也许同时呢 如果要求这个立假日要求劳工来出勤的时候 还要报主管机关来合备不用 休息日完全不用 他只必须要提供这个劳工来出勤的时候 当天的一个加班费 所以呢我们要再讲一次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一例一休的框架底下 民进党政府本来的说法是说 目前现行状态大概台湾的所有的劳工里面 大概有六成是已经周休二日了 就是七天里面有两天是休息 是不用工作的 已经周休二日只有五天要出勤 这个大概是有六成 那民进党说法是说他希望透过一例一休的修法 让其他的四成也可以尽量能够有周休二日 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立法的目标 跟他所提出来这个法令的这个框架呢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目标的 因为呢在休息日的状态底下 雇主依然可以要求这个劳工去工作去出勤 虽然他写了一个是说必须要劳工同意 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在目前职场上 抱歉需要劳工或工会 那在目前在职场上 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劳工 他其实是没有工会作为代表 那在个别跟劳资的这个相关 相对不对等的这个状况底下呢 如果雇主他强势的要求 基本上劳工是很难很难拒绝雇主的这个要求的 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所谓的一例一休的规定 就可以知道说简单来说 简单归纳一例一休基本上就不是周休二日 如果是要周休二日 如果民进党认为这个周休二日才是重点的话 那照理说其实非常非常多现在的网友 跟湘民都直接在谈说 那你就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休息日 特别发明出来那你为什么不就直接在法令上面就定 两个例假日两个例假日是非常清楚的 我现在在补充说明一下刚刚漏掉说明是 例假日的概念呢因为他的立法意志是希望劳工要休息 所以即便在刚刚的这些紧急事故天灾相关的重大事故不可抗力的前提底下 雇主要求劳工到班来工作 法令规定雇主还必须 还必须让劳工有一天补休 补假的权益存在 但是休息日是不需要的 在实际上面对很多的劳工也许会觉得说我其实我的薪资是比较少 然后如果这个休息日我们可以去加班的话 我可以多做一些工作 然后他还有这个加班费 这个薪资恐怕也比平常还要高 会不会有些劳工朋友觉得说我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更好赚钱的这个机会呢 我的薪资那么低我就不断的努力赚钱 这样有什么不好了 反正他是一个弹性 好我觉得管老师刚刚在讲这个 他确实是这个工会他前一阵子 我们在对内部进行劳交 或者在跟会员沟通里面很常被问到一个问题 但是呢其实我们在跟这个会员或者在进行劳交的时候 我们都跟会员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今天我们看之所以台湾的劳工 他必须要透过加班 透过不断的加班 才能够来拉高他的这个每个月领到的薪资 甚至我们去看有些劳工他的这个底薪 他的平常不用加班的这个薪资呢 跟他加班的这个比重呢 其实是越来越接近 他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 他反映的是台湾过去20年来 台湾的劳工基本上他的薪资是停滞 甚至是负成长的 对那劳工要怎么生存下去呢 这时候雇主他提出来条件就是说好那可以那你来加班 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个困局里面发生发现呢 因为劳工的薪资停滞 劳工的薪资负成长 所以他的薪水本薪本来就少 结果他竟然是要透过加班来赚加班费 所以这造成什么呢 造成实质上劳工的薪资也没有成长 也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成长 然后劳工的工作时间也没有因为这个 这个经济成长 因为这个过去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发展 而让这个台湾的总工时下降 所以我们台湾老公同时因为这样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 薪资也没有办法成长 他的工时也没有办法降下去 那这是个很大的陷阱 所以如果说今天 民党政府一开始是希望说 号称说让劳工可以在这个休息日来加班 然后他也可以增加薪水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倒果为因 如果透过这个方式的运行的话 他不但不会跟回头来讲 他本来是希望降低工时 是希望能够保障到劳工的健康身心状态 能够降低他的总工时 但是你透过这个方式 你的薪资还是没有增加 你劳工还是必须透过去加班 才能够补足他的所需要这个部分的薪资 的这个收入的话 那基本上他的工作时间是绝对不可能降下来 这个我们可以绝对百分之百的这个预期 绝对是这个状况 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出现一种所谓的变相减薪 但是实质增加工时的这种状况 那当然我提到一个情形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休假日是可以劳资之间去进行所谓的协议 可是我们知道在实际的职场上面 就刚刚谈到所谓的工会 健全的工会其实并不太多 然后在一般的 如果从个人来讲 他不太可能直接去跟老板去谈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 哇老板给我这个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 经济不景气 我还要去增这些东西 会不会造成某种的寒蝉效应 就是说我去增的反而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恐怕是有非常大的一种 会产生自我的恐惧感 我有一个更重要的议题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会觉得说 政府是把一个所谓的公共介入的议题 变成是一种私有化 也就是说把这个所谓的国家 应该有的责任去转换成为是 劳固之间私人之间的协议 也就是他把这个所谓的公共的责任 国家责任是完全是撇除 然后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我不晓得你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件事情 或者说其他的国家 他们国家政府怎么去介入 这种所谓的休假日制定 或者是劳资在这种所谓的休假的 这种所谓的协调的时候 其他国家扮演角色会是什么呢 好 我觉得刚刚那个光老师 主持人谈到一个蛮重要的概念 就是所谓的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些部分 包括工时的一个规管 工作时间的一个规管 包括这个休假制度的一个规划 坦白说在非常非常多国家里面 他都是一个所谓国家的 这个行政或者是立法的一个职责 基本上这些东西我们叫他劳动基准 他规定在劳动基准法里面 他是劳动基准 所以基本上确实他本来就应该是 国家这边所出来 应该做一个主导性的一个立法 或者是行政的相关规定工作 但我觉得现在最大最大问题就是说 刚刚虽然有提到所谓的劳资协商 或者是提到在立法过程当中的一个 比如说跟劳房跟职方之间的一个角力 但是我们非常非常失望的就是说 我们看到过去这一两个礼拜以来 这个劳动部跟行政院的版本 他火速通过的整个过程底下 事实上我们只能从 劳工团体只能从媒体的报道里面 不断看到这个劳动部还有行政院 或者经济部 他直接跟工商团体来进行会谈协商 甚至密会 为什么叫密会呢 因为这个行程 这个相关的语谈内容 我们是没有办法得知的 但是呢 在同一个时间当中 这个新政府 劳动部行政院 没有跟任何一个劳工团体 我再强调一次 没有跟任何一个劳工团体 进行任何的协商咨询 或者是相关的沟通 完全没有 所以等于是政府 他在制定的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刚刚说所谓的劳动基准 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变动 他在现在的状态底下 他只听从了一个资方的意见 然后呢 确实就在整个立法修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他所呈现出来的版本 就是在前几天行政院 发出的新闻稿里面讲 他们私下跟 透过经济部 劳动部 跟这个工商团体 谈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版本 如果他一旦立法 他在立法本身立法结束之后 他就不是一个劳资双方 谈出来的结果 他就是片面有单方面有资方 跟这个 资方跟这个国家 政府谈出来的结果 但结果谈出来之后呢 却要规范所有的 台湾所有的劳工跟资方 那我们认为这个现象 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完完全全不是一个 这个合理的一个 这个行政跟立法 应该要走的一个流程跟过程 在很多人会说 其实台湾的工时 是全世界第三第四高 但是有人会觉得说 台湾的休假日其实也蛮多了嘛 好像是跟日本跟韩国 或是超越其中的某一个国家 那这个其实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 对我们实质的工时 跟我们实质的休假 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或者是说我们的休假真的会因此而变多吗 或是我们工时真的会因此而变相的增加了吗 好 这个部分我跟大家进行一个报告 其实这个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想很多次有经过误误解 或者是甚至我们可以听到工商团体 他在这个媒体上 他会放话说台湾劳工的假已经太多了 那我觉得我们就不要陷入口水战 我们就拿事实出来一个一个来比较好了 那我们就直接比 跟我们比较周遭相关的这个日本跟韩国好了 确实在过去的19天的国定假日底下 我们看到好像台湾拿来跟 我单就国定假日这个部分 跟日本和韩国比 我们确实有多了几天 因为如果还维持在19天的国定假日的状况底下 日本跟韩国大概分别是15天到16天左右的国定假日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我要强调的是到我们去看日本的总工时 他的劳工为什么他每一年工作总工时 每一年整年度工作总工时 大概会比台湾的劳工少到 少了400小时到500小时 为什么呢 韩国也是一样 韩国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 他的工作总工作时间 曾经是比台湾的劳工还要再长了 但是韩国过去这四五年来 他的劳工的总工时 每一年的总工时 下降了200多个小时 同一个时间 台湾劳工总工时 下降了20个小时 这个是非常非常巨大差别 为什么我们去看韩国跟日本 在这个所谓的国定假日的立法以外呢 还有一个其实台湾也有叫做特别休假 就是年休 对是这是会依照在我们法律框架里面 它是会依照你的年资的进行调整 但是呢台湾规定呢 要在满一年之后呢 你才会有七天的特休 对 要满三年之后呢 你才会有十天的特休 但我们去看 在日本跟韩国都不是这样的规定 日本在韩国通常是在第一年 你去工作的劳工 你就可以有十天到十五天的特休 光是特休的部分 它其实就有一个巨大的差异 对 那更不用讲包括其他的一些相关的 这个保障的相关的 这个跟这个休假 请假相关的一个规范 所以呢 其实我们从这个部分来看 如果今天还依照这个工商团体的要求 把这个七天国定假日砍掉的话 那台湾的国定假日只会剩下十二天 我们的状态就是 我们的国定假日会比日本跟韩国还要少 我们的休假日 特别休假日 也会比日本韩国还要大 非常非常大幅度的落后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那我们又怎么可能可以去同意说 整个这个所谓的砍价配套 这个所谓的新的制度 是为了要降低劳工的工作时间 所进行的一个修正 这是完全完全不合逻辑的嘛 我们工会做了 前大概一个月之前 做了一份研究报告可以发现说 正是因为台湾过去 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虽然从去年的十二月底 到今年一月一号 我们的工时已经从法定工时42小时 就是双周八十四调到单周四十 但是我们去看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 台湾劳工每一周的周工时的一个统计报告 我们发现了法定上不是下降了两个小时嘛 但是实质上的统计 它只下降了0.38左右的小时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 在台湾的立法的这个效果里面呢 它实际上反映在真的要降低工时 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上面 它的政策目标的效果 恐怕是连两层都不到的 结果我们看到今天新政府 它竟然还要再砍掉七天的国定假日 那砍掉七天国定假日 刚刚关老师有提到 只要会简单的数学 我们都可以算得出来 我们的工作时间一年会增加多少呢 一天有八个小时 七天就是会增加56个小时 所以砍掉这个七天国定假日 我们的总工时 简单来说就是会增加56个小时 那本来法定工时从42小时降到40小时 它的政策效果又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两相权衡之后 我们基本上可以很客观 然后可以很有自信的说 只要砍掉七天国定假日 我们明年回头来看今年台湾的总工时 不但不会下降 基本上还会上升 我想这不是只有一个叫做朝三暮 是不是朝四暮三的问题 它根本就是一个障眼法 甚至是用各自各样的方式去变相的 去增加了这些工时 而我们还以为真正实质上 到了某种的纠售二日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很清楚 在这样谈下 是新政府的这种所谓的障眼法 这样的态度 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可取 那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持续关心的问题 现在虽然这个案子进入到了 离开了这个行政院 可是接下来还会在立法院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工法 那到时候我们想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必须要进一步的去关心 跟这个自己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 活地假日 就是有领寄牢基法 整个修法的问题 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非常谢谢柏千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请教你 谢谢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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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